台湾的下一任总统是谁 台湾和大陆不久的未来局面走向 蔡英文、李登辉、陈水扁、蒋经国、蒋中正、毛泽东、马英九、连圣文、习近平的前世 大家好,我是莫迪芬芳 今天又来和大家聊聊几位名人的前世今生 这篇文章的发布系统日期是2017年12月 所以其中有些已经发生的灵验 可不是在今天才量身定做事后诸葛 另外我要先做个声明 这个对许多不理解轮回转世这件事的人来讲很重要 第一,轮回不是只有一事 可能抹了一事是老虎,一事是蛇 一事是天人 所以请不要再问 为什么有人说那个人前世是蛇 而这个人却说那个人前世是皇帝 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了 因为那两个人看到的可能不是同一事 第二,有些人的前世性格 虽然看起来人模人样公平正义 但是经过投胎转世后到此生 却不一定还具有前几世的风范 因为投胎转世有隔音之谜的现象 每一次的转世 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从头学习起 因此可能前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 而今世可能是一位令人唾弃的贼 这不怪谁 只怪这个贼今生没有好好修正自己的劣根性 也就是修行 也就是一个人可能带着他前世 天人、善人、伟人、劣士等 清明、善良、正义等等好的习气 而轮回再来 但他却因为这一世一路走来的贪嗔痴五毒作用 而相抹殆尽了原本带来的好习气 所以才会有人转身为狗 蛇转身为人等的六道轮回存在 另外再声明一点 这类预言就如同你在逛书局 擦身而过顺手一番的修行文章 如果不认同 请转身离开就好 没必要太放在心上 及花时间打字谩骂 没人强迫你停下脚步看清楚吧 世间的每一件事物 没有得到也有学到 至少这类文章有休闲作用 令人有一时的轻松效果 没必要讲正义魔人身份来教训批判 所以如果文中的人物角色 没有你期待中的结果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骂到茉莉芬芳这儿来了 那么抱歉一律删除留言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 蒋经国 蒋中正 毛泽东 马英九 蔡英文 连胜文 习近平 李登辉 陈水扁的 前世今生 当作家的好处之一就是 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人 主动告诉你很多很好玩又很玄奇的事 昨天在一个尾牙宴上 隔壁的财经达人大哥 见闻广播 郊游满天下 科技人出身的他 说起古怪故事来 除了精彩之外 也有科学精神的求证 不过以下的故事 他在说之前也自己先表明 因为很玄 所以当故事听就好 不要太执着 这位大哥有位朋友 是位特异功能的人士 因为有奇异的能力 所以跟这位大哥说了很多 他能看得到 但平常人看不到的事物 据说这位人士 在解答你问题时 会先脸朝天 近死一阵 但他说 他不是在想 而是在接收讯息 财经大哥则说 他是在下载 特异人士说 在我们的世界里 所有的伟大作品 像是音乐 戏剧 文学 其实都不是人创造出来的 这些东西在别的世界 他称之为 上面 都已经发表过了 所以那些大师们 创作出来的奇异 旷式作品 并不是原创 而是转达 不过最有趣的是 这位人士 也告诉这位大哥 有关许多知名 政治人士的前世 再强调一下 因为我对 玄奇事物 就是有兴趣 所以请您不要太 沉迷其中之外 也不要加上 自己的立场 来踢管 如果这样 我不会理你的 而且绝对会 三无舍 毕竟这里是 私人频道 所以我要说什么 是我的自由 好啦 回归正题 那位特异人士说 基本上 能当名人的 前世 也都是名人 第一 蒋经国 蒋经国 前世是 宋高宗 赵狗 不思反攻 迎回二帝 但创造了 南宋百年的盛世 南宋是 古代地球上 最繁荣 最进步的 一个朝代 第二 蒋中正和毛泽东 蒋中正和毛泽东 都是南北朝 或五代十国的 某个小皇帝 杀的人多 掌权的朝代 却不久 第三 马英九 马英九前世 是宋回忠 第四 蔡英文 蔡英文前世 是秋景 在逊的皇帝 格局 还是比革命烈士高 所以四年前 马英九选赢了 财经大哥说 五年前 特异人士 就告诉他 马英九会赢蔡英文 但四年后 蔡英文会登上大位 旁边听故事的旁人说 他们可以佐证 因为他们都在五年前 就听财经大哥 说过这件事 可不是掰的 接下来的 更猛 更悬了 有政治立场的人 可以现在 跳走 离开了 特异人士的预言说 蔡英文会当八年 而且在任内 台湾会不得不签 和平协定 也就是台湾会变成大陆的 附属国 而至于八年后 谁会当选台湾这里的总统呢 大家猜猜看 这个人会让你跌破眼镜 他长得高高壮壮的 他的父亲曾经当过 好像是副总统 好 答案是 连胜文 因为习近平的前世 是唐太宗 而连胜文前世 是储岁良 习近平非常喜欢连胜文 财经大哥说 你看习近平跟欧巴马 普丁合照 都只是皮笑 肉不笑 但是跟连胜文合照时 笑得合不拢嘴 跟对联战的态度 也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早说这很酷嗽吧 不过讲古不就是这样吗 对了 那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前世 是什么呢 特异人士说 两位的前世都不是人类 而是魔 所以他们都有奇特的魅力 也有某种 不怕弄死很多人的气魄